接着要说明是如何去将我们的Render的资料转换 或者说Export成所谓的RPF档 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在Save File的地方 记得要将格式选择为RPF 当我把它选为RPF之后 这边会出现一个Setup Setup部分主要这个16bit的Channel要打开 Normal要打开 然后StoreAlphaChannel等等 这两个都要做一个勾选 那么这时候我们做一个存档的工作 事实上现在执行Render出来的图形 它就是所谓的有带RPF的一张图了 那么这张图本身看起来跟我们原来的图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实际上在AE的部分 我们将它Extract出来的话 会看到它是有带像是这样子的一个Normal Map的图形 Normal Map的图形基本上就是长得像这样子的东西 那我们就要透过一个ChannelExtract 然后找到ServiceNormal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图了